有個朋友在我們chat room 問 他說如果美股真的會回調 那有什麼股份值得留意和吸納呢? 其實真的有很多 推介兩三隻先吧 最簡單的其實是Apple已經可以了 如果你說軟件類型的LAM 還有比如Shopify 可以說是跟Amazon有少少的共通點 有時大家會拿出來比較 究竟比起Amazon有什麼優勢呢? 因為Amazon是做網購平台 Shopify 其實都是做平台 但它是主要做支援服務那邊為主 譬如你見到表面上一間 看到這間店鋪的網站 你直接在那裡賣 但其實這些網站背後 都會有這些網購支援公司去支援 譬如你見到一個品牌網站 其實背後就是那個網站的營運 以及譬如是收錢 各種各樣的過程裏面 一些軟件上的支援 其實可能就是Shopify 如果對於這些商戶來說 它在Amazon去賣東西 就會變成進了一個南海 那個品牌的branding 做得是沒有那麼強烈的 但如果它用Shopify的話 其實它就等於是自己站出來 去做一間的品牌的網站出來 對於它整個公司的branding 會比較好些 而且其實Amazon 很多時候見你做得好 它會推出類似的產品 而譬如這件事 你見到現在的外賣平台也是這樣的 Foodpanda他們那些都會 它見到你做得好 它會推出一個brand出來 去搶你的生意 所以這件事是Shopify Shopify對比Amazon 對於商戶來說 一個吸引的地方 當然這個問題就是 我放在Amazon上 其實我裡面已經有一堆客人在 但如果你用Shopify 你之後是要自己去吸客人 現在Shopify都開始跟一些 譬如最新也有跟TikTok 有一些合作的 他們跟一些社交媒體的平台 可以給一些商戶 直接在這些社交媒體平台上吸了客 然後引入購買程式裡面 走勢上 你見到在高位置似乎都開始 這隻都是其中一隻 可以值得保持住的一隻 但是你見到它在高位置似乎 都在整股之中 大約在1300至1600左右 這個區間裡面 所以我覺得你觀望一下 因為如果它打穿了1300下來 其實就可以再等下跌一些 即是一些e-commerce相關的概念 是的 譬如Affirm那些 你會不會建議大家都留意一下 其實我會比較傾向 如果選擇這個 buy now pay later的概念 即是一個先買後付的概念 我就傾向 因為前段時間 就是Square收購了一間公司 Afterpay 澳洲的一個先買後付公司 其實這個概念 是開始打擊 在侵蝕銀行的信用卡業務 是 那這邊呢 因為Affirm 它也其中一個 這期的刺激因素 就是因為Square的收購 以及其他的金融公司 譬如PayPal 它都有相關的一些 這些類型的業務拼購在 所以這個Affirm 其實上個星期五 就是很強勁 是的 我會覺得 這個當然是值得留意的一個業務 還有 也都可以憧憬 會不會它之後 也有潛在的評購出現 但是 因為它上個星期 急升成這樣 變成 你看著短期走勢 即是未必說 看好就馬上進去 看著短期走勢 因為它有機會非常波動 它現在進入了一個 叫做非常波動的時間 那我就覺得 未必這個時候進入 即是這麼波動 升了三成的時候 你可以看著下面一些支持位 大約就看著88左右 就爆升那一刻 我就覺得 不太好追著 如果你說到 是線上支付類型的 我也很喜歡Square 很久之前都有寫過 我其實自己之前都有買 然後就離開了 但是當然 這個其實都只是一些短期的 這些純粹是短期的走勢 短期回落 這個只不過是 它呢 你可以看著254左右 其實是剛剛打穿了 那就有個短期的 向下的情況 所以這裡其實你都可以等它 等一等 譬如如果市真是下跌的時候 你可以等下 會不會有一些低一點的機會 可以去吸納 等等 等我找到 只能說 真的 這個 是 你 你 在